中文字幕——YK 那我们现在进行30分钟的问语答 所以请老师先留在座位上 我们也请中校长以及王校长上台 一起参与问语答的时间 蔡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 现在我们才接触到这个弟子规 那么我们的孩子已经很大了 已经十八九岁到玻璃或者是大学生 以前的教育方法已经错了 现在拉不回头了 该怎么办呢 怎么做呢 首先你的孙子还来得及 孙子 人要往积极的面具思考 再来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信心 因为您刚刚已经说它很大的拉不回来了 那你对它已经信心不够了 所以所有的事情的基础就是信心 就是信任 因为人之初信本善 我们所有觉得在作恶的人 觉得德行不好的人 他们都生活在痛苦当中 因为他会受良心的谴责 所以现在你 你母亲已经接触到了 你首先从自己夫妻啊 做好 用那个德行把他的本善给唤醒 他就会慢慢的转过来了 精诚所致啊 精识为开 我曾经有一个 遇到一位父亲 他也是做孩子不好 但是他觉得是他自己没有做好 他给孩子 给太太道歉 很真诚的道歉之后呢 他由他自己做起 当时候啊 我们在参加这个课程的时候 他给我讲这个事例 他的孩子在做有机的食品 提供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吃 他儿子已经回头去经营一个有机店了 而且还来做义工 所以从你的榜样 再来你好好积德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我们对孩子 对真理 一定要有十足的信心 谢谢老师 谢谢 我看蔡老师讲了一天的课 从下午到现在真的是好辛苦 我在这里就帮忙他 回答几个问题 那么由蔡老师再做一些补充 我这边三个题目呢 都是跟父母亲对孩子的期望有关系的 一个是请问老师啊 教育孩子是否需要腾边 第二个呢 是说孩子的得失心很重 我们担心 但是没有得失心就似乎没有大致 第三个题目呢 是问父母亲希望孩子不走自己的弯路 但是孩子们却不听父母亲的话 对圣贤教育也没有兴趣 总觉得父母亲是在缩教 那身为母亲的该如何是好 其实我在这三个题目里边看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对孩子 可能就是抱有很大的 很大的期望吧 包括第一个就是教育孩子是不是需要用腾边 我的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个孩子到底是多大 一般上 假如说孩子年龄很小 有时候你为了确保孩子不会受伤 例如说在很烫的开水前面 你要阻止他以后不可以靠近这个热开水 你用腾边的方式来阻喝他 可能有一些效果 但是呢 这样的一种阻喝的作用呢 凡是被打过的 包括可能我们在座的一些家长 你们这一代可能还有一些小时候被打过的 打的反应一般就是 他的皮就越长越厚了 所以我觉得你在打孩子之前呢 可能应该先去考虑 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有时候腾边真的是起一个比较快的一个阻喝的作用 但是他不一定能持久 所以假使你是在带人处事这一方面 要教导他一些道理的话 我觉得用腾边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好 待会儿可能有蔡老师在做补充 然后呢 假使你觉得孩子没有得失心就没有大志 那么这个志向可能也是太小了 天地间我觉得真正有大志的人 不会看在得失之间而已 我老是觉得在我工作的范围 或者是坐在我身边的朋友 那些真正有大志的人 其实就是没有得失心才会有大志 你有得失心 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志 当然有时候我们这个大志的解释是不太一样的 我看蔡老师就一直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灌输一个概念 就是尤其是在新加坡 其实我们的生活里边是非常物质化的 包括我们A for Apple 都是从这种物质的概念着手 所以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是接触很多这些物质 反而是对这种attitude啊 believe啊这些 反而是很陌生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亲的 假使你要孩子有大志 首先先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的这个大志到底是多大 假使你的大志是将来他成为一个医生 当然叫做他这个医生是要拯救天下受苦的人 跟你一个医生是要赚很多的钱 哪一个才算是有大志呢 那么你这个得失心排在什么地方 你就应该自己就很清楚了 那么孩子们不听父母亲的话 这个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因为我目前在中学 我觉得在中学这个年龄 有时候尤其是女孩子 可能就是在身体方面 他们也可能比较快的发育 变成说造成可能他自己也有一些困扰 或者是说他自己 在这样一个很快速成长 现在可能营养也比较够了 所以真的是比较快速的成长 有时候可能就是心情啊 会变化的比较大 有时候你稍微讲一句他不喜欢听的话 他有时候真的也会连黑黑一段时间 像这些事情呢 我总觉得呢 他是会过去的 但是假使我们处理的不好 他这种短期的一种 可能就成长期的一种不适应呢 没有好好地处理 他就变成终身的 永远都是脸黑黑 所以我就觉得 父母亲假使是不听我们的话 可能我们就要留意一下 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跟孩子们沟通 那么蔡老师在她的 刚才的这个讲演里边 说到很多呢就是 其实我们是应该从行为上来做起 我就记得了 其实南洋小学在 是2004年的时候 你来上课对吧 在2004年的时候 蔡老师就曾经来过南洋小学 给老师们上课 他讲了很多内容 不过他有讲的一个故事 他今天晚上没讲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 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当时就说了一个故事 他就说 假使在餐桌上 我们坐着父母亲 就是说做父母的 我们这一辈的 我们的孩子 可能就一个孩子吧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就是祖父母辈的 三代坐在这个桌子上吃饭 好 现在做父亲的 就是我们这一辈的 筷子出去了 把餐桌上最好的 那个鸡腿夹起来 他就说了 这个筷子呢 落在什么地方 就可以看出这户人家 或者是这个父亲 他是怎么教孩子的 假使说他拿起来的 这个鸡腿 最好吃的这个部分呢 是先放在自己的孩子的盘上 你将来要他听你的 或者是说 你跟别人说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 都这么自私 我觉得这个根源 其实就是在这个父亲的 这个筷子的第一夹 到底落在什么地方 就已经看出他的将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 他的精彩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 自己祖先留下来的一些 很好的东西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看的反而是 对他产生很多的问号 老是怀疑他 然后呢 抱着一些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精彩 很好的 好像很吸引人 但是是一个泡沫的东西 然后一直觉得 哇他很漂亮 他很漂亮 所以我很希望说 今天晚上 假使你没有完全听懂 因为我知道 蔡老师 他的这个国文的基础 是很深厚的 所以他在讲话的过程中 有时候他的一些用词 可能不是我们新加坡人 很适应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真正能够从蔡老师身上看到 我们自己本身文化里边 最美 最精彩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我看 这三个问题的一点联想 给大家一起来 做一点参考 那么由蔡老师再做补充 谢谢 蔡老师我就 可能就因为我在小学 那么我就选了两个 跟小学生比较有关系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说 我们的孩子 弟子规也学了 可是学了也没有用 也不听 那么有什么法宝呢 那么孩子可能是三岁的时候 也不听话 那么有什么 有时候妈妈用藤条 可是是不是这么用呢 就有效呢 我最近 冯校长介绍了很多本书给我看 那么我也自己有三个孩子 那么我也发现 有些时候跟现在的孩子 讲大道理 是有些时候 是事倍功半的 有时讲了还有反效果 那我记得在看那一本 我们教了孩子什么的时候 他用了很多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记得有一天 这个小孩跟妈妈 住在巴士上 那看到一个相当胖的一个女人 她就说 妈妈怎么那个阿姨那么胖 那么那个妈妈就说 因为刚好他们从那个花寺回来 手上就拿了一束花 妈妈就说 你手上的花 是不是有五颜六色的 她说是啊 是不是每一朵花都很漂亮 她说是啊 每一朵花都很漂亮 然后说所以你看那个 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同的人 每个有自己的特色 可是他们都是很漂亮的人 所以那个妈妈就用这个机会教育 教育这个孩子 她其实没有指责那个孩子 为什么你讲那个阿姨这么胖 不可以这么讲 可是她是用一个很正面的 举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当然要就孩子的那个年龄段 可能用一些小故事 有些时候我们做家长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 有时候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很急 一开口就说 哎呀为什么你这么做 可是后来发现 这么教育孩子 可能真的有一点反效果 可是如果可以通过生活里头的一些 小事件 跟孩子们分享 可能效益会更大一点 当然就好像 蔡老师今天早上说的 她说要教育孩子是要有很大的耐心的 很多时候不是教了一次就会的 我妈妈坐在那 我妈妈教了我 也教了很多年 还是很多东西教不好 学不好 可是呢 我想说 我们也天天在跟孩子一起学习 有时候我们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 也跟孩子说 哎呀 你看我这里还是做错了 所以他们也懂得 我们做大人的 跟小孩一样 天天都在学习 我相信 精神所至 今时为开 我相信有一天 孩子们 如果我们天天 跟他一起学习的话 我相信 有一天他会被感动的 谢谢 大家好 这里有三个问题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看这个 这三个问题里面提到 我们心心念念要护着孩子 不让他们走我们的弯路 可是孩子不听话怎么办 我们要如何让孩子听话 有责任心呢 我们要如何让孩子有责任心 及孝心呢 这个都是 刚刚啊 跟大家在 探讨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长善 孝心跟孝心 但首先啊 我们要了解到 教育不是一处可及的 不是吃一铁药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首先要了解 其实一个交质 就差不多 教育的问题就包含在里面了 这个交质呢 左边是两个叉 右边是一个小 左边两个叉 下面一个小孩 右边是一只手 拿着一只树枝 这个字叫交 这个交质的含义 真的可以解决所有 当父母当老师 跟当领导的人 假如我们交下属 交孩子 交不动 可以从这一个字来观照 来反思 这个交质左边呢 两个叉 就是第一个叉是孩子化的 第一个叉是父母 长者化的 第二个叉是小孩化的 所以是上行 下校 教育里面的身教很重要 好 那这个身教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我们听话了吗 哈喽 作为家长 我们听父母的话吗 我们听圣贤人的话吗 我们听经典的话吗 那我们自己假如不听话 怎么要求孩子听话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遇到任何的问题 首先是要求身边的人 而不是先把自己做好 正己才能化人 正己才能感动别人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身教 再来呢 要有耐性 教育怎么可能是一处可及的 我们的身教 我们的耐心 慢慢的才能够引导孩子 所以第一个是身教 再来呢 要从果推因 不听话是结果 请问 大家有没有遇过 哪一个一岁的孩子不听话 有没有 他生出来就不听他父母话的 来 有没有生过这样的孩子 有没有 他才一岁 你叫他吃饭 不吃 我很叛逆 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为什么明明很听父母话的 最后便不听话 我告诉大家 我现在也很听我爸爸的话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非常尊重我的父亲 佩服我的父亲 因为我父亲所做的 都让我非常感动 他的孝道 他对工作的尽心尽职 我都看在眼里 而且呢 当我的意见跟他不同的时候 我父亲很有耐性的 分析给我听 最后说 那你自己决定 所以呢 我摘个跟头了 就会 嗯 还是我爸说的有道理 所以一次两次三次 我就会觉得 我的智慧不如我父亲 我会越听他的话 但是他并没有 强迫 马上要我接受他的意见 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一二十岁了 他也在让我去思考 所以他不是强压的 他是寻寻善诱的 当然那些事情呢 不算很严重啦 比方说那个事情严重到说会出状况的 那他当然要制止我啦 假如是一些思想的问题呢 他是很有耐性陪伴我成长 他不会一下子就要求我 那这个是听话的问题 还有责任的问题 他现在没有责任 是因为我们从小 他成长并没有培养他的责任性 假如从小 就像诸子芝加哥也里面讲的 黎民极起 傻少停除 要内外整洁 计婚便习 关锁门户 必亲自检点 这个孩子从小 就会帮忙家里的事情 他觉得这都是我的责任 那他的责任心 不就在整个家庭氛围当中培养起来了 包含他到学校去 他在家里本来就 时时在帮忙父母的 他到学校去就很自然去帮忙老师了 所以这个责任也是我们在 成长过程当中很自然的 引导孩子 然后让他赋予他责任 给予他工作去承担 这样培养起来 好 谢谢 大家晚上好 老师 校长 你们好 我 一直都有看这个地址规 尤其是 蔡里希的CD 我都有听 那么 他们又讲 我们父母亲 或是每个人 我们要孩子好 然后我们就要先一身作则 那么有时候呢 我是很洁癖 然后我在家里也是有一直做 我是一个职业妇女 那么我一直做 有时候我也希望我孩子 他们主动来帮我 但是他们就是 好像这是我的责任 他们也不去帮 那么我就会 我气起来了 然后我就会一直做 一直念 然后我相信 他们也会很反感 我不懂 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改变我这个心态 希望蔡里希老师 您能够指点指点 谢谢 有一句话讲 就是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未来 我们在夫妻相处 还有对孩子 只要脾气一上来 留在对方心里的 就是情绪 你可能讲那些话 都是为他好 他就听不进去了 所以这个首先 从我们自身来讲 要服得住脾气 而这个脾气的根源 是对人有要求 求不到了 苦就来了 求不到 火气就容易上来了 所以 先不要要求别人 先要求自己 实实在在讲 我们虽然在学习传统 学习地质规 但我们身边的人 很认同我们学传统文化 学地质规吗 假如不认同 他为什么不认同 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会不认同 大家身边有没有 朋友亲戚 他不认同地质规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在教孩子地质规 然后你先生不认同 有没有这样的 先生不认同 有 你跟他讲地质规 他不认同 可是你跟他说 你希望希望你的孩子 孝顺你 这个爸爸一定说 希望 你希望不希望你的孩子 兄弟姐妹之间很有爱 他一定希望 你希望你的孩子 生活很严谨 有好的生活习惯 讲话又有信用 又懂得去爱人 然后又有很好的学习习惯 这个爸爸一定都说 认同 认同 但是我就是不要 我的儿子学地质规 你看 所有地质规教的 没有人不认同 可是为什么 他就认 他就说不要学地质规 因为他的太太 学了地质规以后 坏习惯没怎么改 只会拿着地质规 要求他 所以他就不认同 这个原因 我们要找出来 不然就说 我先生就是不认同 地质规 明明错在我们 还把责任给推出去 所以为什么老祖宗 提醒我们一句话 叫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假如我们今天 学以前脾气不好 学以后脾气变好 我相信你身边的人 都会主动的来了解 地质规是什么 居然能让一个人的脾气 改掉 这个东西我应该来了解 要来看一看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 不要对人有要求 一有要求 你求不到火气 就容易上来 从我们先做好自己 下手 而要让孩子了解 孝顺父母 孝顺母亲 这些道理 还得 比方说你夫妻之间的配合 比方造一些缘分 当然这个造源也在我们做得好 我们做得好之后 你在那里看光碟 家里的人也会慢慢慢慢的看 他就慢慢的了解了 这个都是要造一个让大家信任 进而要学习的这个缘分出来 那我们做得好了 先生一支持了 那夫妻之间就可以配合 来教孩子了 因为你丈夫 当父亲的不可能给孩子说 我做得很好 你们要学我 妈妈也不可能自己夸自己做得好 要学我 所以夫妻之间 也是要配合好教育 让孩子能了解母亲的辛劳 让孩子能了解父亲的辛苦在哪里 所以这个教育也都需要 整个夫妻家庭之间的合力来配合 那这里还有朋友有提到 就是说 他很认同弟子规 希望他的孩子的学校 是工商小学 位于淡冰泥 这个地方 然后希望贵单位能够到 那里跟校长接触一下 这个也是造源 你让这些有经验的校长 老师学习的人 去跟校长讲 这个是个造源 那您再跟我们这些主办单位联系一下 另外一个重点 是你自己先做 你的孩子一改变 他的老师就会很惊讶 然后他的老师会关注 他的老师会了解 进而在他的班开始做 这个班做好了 校长就看到了 这个也是造源 我们很多学校推得很好 都是从一个老师开始 那你的孩子做得好 就让这个老师认同 慢慢地由一个班到一个校 这样缘分循序发展起来 好 这个是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今晚的时间呢 真的确实很宝贵 而且也很有限 我们只剩下五分钟 所以能够回答 最后一道问题 好 谢谢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孩子都是在幼和小学班 孩子有独地只归和落实 在家庭 可是妈妈 必须做工 先生爱赌钱 如何在家教孩子 很想在家教他们 可是金钱不够 好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实实在在讲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但首先 我们还是要回到 心平气和 假如我们都一直 一直看着先生的缺点 这身上也不会变好 所以有一句话 是在德育故事里面 提供大家做参考 我们面对所有家庭 人与人的问题 天地之间 除了自责 自敬外 更无道理 自责是自我反省 自敬是 我还能尽什么力量 这两个心态非常重要 首先呢 遇到情况了 先反省自己啊 才不会互相指责 只会让事情越复杂 自敬是什么呢 我还能为对方做什么 努力 尽心尽力 尽我们的本分 时时回到呢 这两个心态上 只要反省了 这个冲突 不会再增加 只要尽心尽力了 慢慢这一份制成啊 对方可以感觉得到 他不管怎么伤害 这个家庭 你还是为他着想 还是在帮助他 人都是有良心的 精尘所至 精实为开 这个非常重要 而 今天一个母亲 她吃再多的苦 最明白的是谁 哈喽 这些人生的道理 其实 每一个人可能自身 还有你身边 都看得到 那个父亲 非常不负责任 母亲没有抱怨 完全承担下来 请问谁最了解 他母亲的辛苦 对啊 所以人欠你 天会还你 只要我们还是守住 我们为人妻 为人母的本分 你这个德行 就会感动你的孩子 这样的家庭里 孩子 时时想着 我早一天 要让我妈过好日子 而 当你的先生 这么严重的错误 你不止不指责他 常常互动当中 你还给他道歉 还给他认不是 你还在孩子面前 维护他的尊严 他的不好 你都不讲 他有一点好 你都肯定 你都支持他 这个声音 从孩子那边传给他 从身边的亲戚朋友 传到他的耳里去 他会想 我才这么一点好 我对不起 我的太太这么多 他还是肯定我这个好 那我怎么能够招待 他对我的 这个信任 跟欣赏 隐恶扬善 他不好 你不要去张扬他 你越张扬他 他就破瓶子 破摔了 他觉得 你都这么讲了 那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改不了 他不好 你不讲 他的好 讲 慢慢他的良心 就被唤醒了 好 所以 这些境界 坦白讲 我在这里讲 好像很轻松 真正遇到考验 并不容易 但是 人世间 没有吃亏的事情 遇上了 岂能竟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而天底下 也没有吃亏的事情 也没有偶然的事情 今天会被我们遇上了 都是命中有的因缘 就欢喜的 去了这一份缘 把恶缘 转成善缘 那这样人生 结了所有的好缘 最后也会毫无挂碍 欢欢喜喜 离开这个世间 到更好的地方去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蔡老师 那请校长们 和老师们 先回到座位上 好 那我们 还有好多 就是问题 都还没有回答完 我们都会 交给蔡老师 那相信老师呢 会安排时间 把问题 一一的解答 那我们在 看要如何 就是把答案 再交给大家 这一回呢 蔡老师 能够来新加坡 讲课呢 其实 蔡老师也非常感激 主办单位的辛劳 所以呢 这一回蔡老师呢 也从马来西亚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那边呢 带了几样宝贝过来 让我们有请呢 马来西亚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执行董事 黄秋云女士 以及 蔡老师上台 颁发纪念品呢 给我们的主办单位 宝贝 宝贝就是 群书制药 以及国学制药 这两本 群书呢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可贵 让我们有请 南洋小学校长 中校长上台 从 黄董事 以及蔡老师那边呢 接过 纪念品 非常感谢南洋小学 这一回 主办这个讲座 让我们能够 在这里听 蔡老师讲课 接着 有请 南洋女中 王梅凤校长上台 来 请 拍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校联合会 那我们也再次有请 王梅凤校长呢 代表 华校联合会 接纪念品 连办这一次活动的 也有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 那我们有请 那我们有请 陈金元校长上台 非常非常感谢南洋小学 南洋女中华校联合会 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 马来西亚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学校组组统协调 我们拍群体合照 大家好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 礼拜六 下午两点半到六点 是有群书制药的课程 然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呢 是教师工作坊 就针对教育界的 那每一个礼拜六都有课 那我们会用每个礼拜六的这个课 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问题 所以刚刚写的这个问题 假如没有回答到的 我们会用礼拜六的时间来回答 到时候这个回答会挂在网路上 跟大家一起交流 我是怕 假如这个问题没有回答 到时候他失眠睡不着觉 这个我就有罪过了 之后会回答到 或挂在网上 大家有机会可以上去听 好 谢谢大家 我们那个教师工作坊 已经办了差不多三四个月了 有很多家长问的问题 我们包含陈真老师 他教小学教了四十五年了 他回答了好像有将近一百个问题了 可能跟您的问题 问的会有相同的地方 都可以听这些问题回答 应该都会有回答到 跟您同样的这些情况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讲座呢 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段落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相信也悟到了 那现在应该是我们去做到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得到 不要再让 不要再让那个二郎神 继续在我们世间 我们要真正的去 知道 悟到 做到 得到 圣贤的教诲 圣贤的教育 好 我们在此呢 预祝大家 法系充满 过着幸福美满的人生 让我们起力 恭送我们尊敬的 蔡里徐老师 以及贵宾们 先离席 是人待会是要人待 爱是永不知心